主席水埔局近年跟未了向 重新産業的推廣協會合中 基盤下令贏 希望好參加學生 有一個豐富的價值 同時也來推廣 行銷在地産業 比連續三天下令贏 活動裡面這個協會 也帶大家去了解說 目前科技農業所用的 實物力保護的無人機 以及體驗傳統的控油 科技農業的無人機 使用協助使用 在當初做的控油 這些外産讓小孩感到 很優秘也很好奇 很多人都是頭一次體驗 除了學生也學到很多地鞋 用人工的 用人工去殺死 這樣會很辛苦很累 他們其實不太清楚控油 到底是什麼 他們這世代好像不太知道 這個名詞的存在 未來向創新産業 提供協會和農委會 補救合作 他使用高油做出發 加上環境保護和災難應變 一半三天的學生而已 要來教大家提食 也要來提供賣料的優質產業 夏天這三天學到 我們農業一部分的那個 生產的過程 讓他們體驗 我們會再規劃就是 做親子親旅行 因為讓家長也有機會 來認識我們賣料的 這些優質的農漁產業 因為以前這次的 夏林亞醫館來的 學生為主 只有24人 2千元不用錢 他過家的外賣 除了讓學生 可以來儲蓄 做好 也來提供在地生業 未來學會 也會繼續推出 勤入現外賣 未來請更多人來 消失不了 消失不了